大家好,我是老马 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 绝对惊掉你的上牙 2013年,一个叫张海军的小子 和三个女人和谐的生活 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这三个女人啊 一个给他洗衣服做饭 照顾起居 一个给他刷爆银行卡 另外一个心甘情愿的为他生孩子 可以说这小子已经过上了皇帝一般的后宫生活 但是他最终却把其中的两个人杀害 之后封进了地下室的水泥堆里 这种奇葩的剧情 就在生活中实打实的上演了 接下来的时间 咱们一起看看到底怎么个事 2012年的10月份的一天 浙江东阳市东阳江镇的吕家 正在给闺女吕静举办订婚仪式 可是这亲朋好友等了大半天 男主角一家始终没有现身 啥情况啊 这小子是不是想伪婚啊 直到中午的时候 男朋友张海君才突然出现了 对于自己迟到的原因 他是这么解释的 本来呢 父母订好了一辆大客车 要把住在恒店镇的张家亲朋好友啊 都带过来 热热闹闹的参加订婚仪式 结果呢 从早晨开始啊 他们就打不通客车司机的电话了 人死活联系不上 所以就这么耽误了 吕静包括她的父母听完以后啊 还是感到非常不满意 按理说 儿子订婚可是大事啊 结果南方家长一个都没来 既没有聘礼 也没有见证人 你这不是扯肚子吗 更何况自己女儿已经怀孕了 所以对张海君的解释 压根就不买账 张海君这小子呢 早就知道自己平时撒谎太多 已经放屁臭了罐子 今天要不拿点奥斯卡级别的演技出来啊 可能真的过不了关了 对于女朋友吕静 她完全不放在心上 反而对人家的小姑吕金凤 早就垂涎三尺了 为啥呢 因为对方有钱啊 是个标准的富婆啊 就这样 张海君直接来了个先发之人 他把吕静拉到一边 非常气愤的说了 你以前有这么多男朋友 你说你怀孕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我呢 吕静一听蒙鼻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然后直接就问了 那你要怎样才能相信呢 张海君告诉他 等着孩子生下来以后 做个亲子鉴定 是我的 我们再去领结婚证 这吕静一口就答应了 因为他确定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张海君的 他也没多想 反而觉得是张海君的条件太好了 不愿意早结婚 才会这么推三阻四的 只有孩子才能把他给拴住 话说到这里 果然有效果了 吕家人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张海君一看 立马当众承诺 要给吕家四十万结婚彩礼 吕家人一听这么多钱 那今天订婚宴闹出的事情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就这样 这小子凭借一张破嘴啊 硬生生的把这件事给糊弄了过去 不过接下来问题来了 穷的叮当响的张海君啊 他上哪去弄这么多钱啊 这个时候啊 他就想起了女朋友的小姑 吕金凤 这个女人当年四十三岁 老公是个包工头 常年在北方承包建筑工程 家境比较富裕 很早之前就在东阳市买了商品房 吕金凤呢 不用上班 只需要在家照顾读中学的女儿就行 三个月前啊 吕金凤的女儿参加中考 他心里不踏实 张海君呢 就主动提出来陪小姑去永康市方言烧香 这一路上啊 这小子对小姑是体贴备质啊 同时也发现了 小姑对自己的印象也不错 案发之后 张海君说了 从方言回来以后啊 我就对小姑有感觉了 他善解人意 长得也不显老 而且也很懂我 那么作为长辈的小姑吕金凤 他也没有拒绝这种暧昧的关系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眉来眼去的交往上了 就这样 订婚宴结束以后啊 张海君立马去找吕金凤诉苦了 他说自己当时承诺给四十万彩礼 结果老爹不同意 还把他的银行卡都给冻结了 小姑啊 要是你不肯帮我 我和吕金的关系就到头了 到时候他生下的孩子也不会有爸爸了 太可怜了 吕金凤一听啊 毫不犹豫的就去银行取了四十万 借给他当了彩礼 看到对方这么大方 张海君对小姑更加迷恋了 吕金和他父母看到张海君这么痛快的 就把钱拿来了 也都放心了 2013年的医院 张海君劝吕金把工作辞了 搬到小姑家里去住 吕金也没多想 就辞掉了钢琴老师的工作 住进了小姑家的大房子里养胎 但是刚住进去没多久 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这男朋友怎么和小姑的关系这么亲密呢 两个人经常当着自己的面有说有笑的 而且张海君啊 动不动就跑去小姑房间里玩 不过考虑到小姑比男朋友大16岁 辈分也不一样 所以吕金啊 就没有把事情往坏处上想 他呢 期待着等着孩子出生以后啊 拿到亲子鉴定报告 领证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因为在他眼里啊 这个化名张韩骏的男朋友 简直无可挑剔啊 他自称是横店任人 25岁 单身 家里开工厂 自己在衣乌市场做香包生意 两个人在网上认识的时候啊 吕金就觉得对方说话风趣 温柔体贴 线下见面之后 更是觉得高大帅气 所以很快他俩就确定了关系 有一次啊 张韩骏开车带吕金到横店风景区游玩 路上他把车停在了一条河边 指着对面的一片厂房说了 这就是我们家的产业 还有旁边的别墅 也都是我们家的 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啊 吕金高兴坏了 自己居然碰上了一个 如此优质的高富瑞 就这样慢慢的 他一步一步的走进了骗局 直到2013年8月案发以后啊 吕金才知道 横店的户籍系统里 根本没有张韩骏这个人 另外呢 他也不是单身 几年之前 张海军曾经花言巧语 骗了一位在校女大学生 夏小燕为妻 儿子当年都已经四岁了 当然了 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事情 吕金和小姑吕金凤都一无所知 他们俩都感觉 面前的这个富二代男人 特别有魅力 尤其是小姑吕金凤 他完全沉浸在吃来的爱情里 对张海军啊 是言听计从啊 张海军这小子很早就发现了 自己长得不错 只要伪装出高富帅的人设 再加上几句好话 炮牛这事太简单了 当年他和老婆夏小燕网恋的时候啊 对方还在靠助学贷款读书 张海军为了忽悠对方 就直接派着胸脯说了 一万八的助学贷款算个单啊 这些钱包在我身上了 到时候我给你还上 他就靠这种凭空画的大饼 骗了夏小燕一毕业 就和自己结婚生孩子了 同样的 也是靠这种本事 无业游民张海军 又骗到了年轻貌美的吕金 为他未婚先孕 同样的 在吕金凤面前呀 张海军顾忌重施 他是一个劲的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 还夸吕金凤是个做生意的料 以后可以一起合伙办工厂 让他当上女强人 就这样几天以后啊 被忽悠权了的吕金凤 就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2013年农历正月 吕金凤上民政局啊 办理了离婚手续 他呢分到了一百万存款 和位于东阳市振兴路的一套房子 张海军就趁热打铁继续忽悠 让他用这笔钱投资自己的生意 成为合伙人 从这以后啊 两个人是形影不离 开始成双成对的出现了 为了把自己的投资骗局 编得更逼真一些 张海军还给吕金的大姑 吕彩凤打了电话 说啊 我和你妹妹正在筹备工厂 你来给我们做饭吧 正好呢 还要装修房子 需要人手 你做一天饭 我就给你一天工资 这大姑吕彩凤啊 是个苦命的女人 她老公早年癌症去世了 家庭条件一般 她常年在外面打工 拉扯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所以呢 收到张海军的邀请以后啊 她觉得工资也挺高的 时间就答应了 来妹妹家帮忙 离家近 还能照顾孩子 就这样 吕彩凤啊 也被拉进了这趟浑水里 经过张海军这顿折腾啊 小姑吕金凤的生活 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她对这种生活状态 也非常满意 家里有大姐 做饭 做家务 还有张海军对她 柔情蜜意 花言巧语 让吕金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啊 她甚至都快忘了 住在一起的子女 吕靖的预产期 马上就要到了 2013年5月 为了重新装修那套振兴路的房子 吕金凤搬到了中山路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 吕彩凤 吕靖和张海军跟着她一起搬了过来 7月12号 吕靖在东阳市医院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个时候啊 吕家人强烈要求张海军带吕靖回家做月子 你说你儿子也有了 就算一下子领不了结婚证 你爸妈总要给照顾孩子吧 咱们说了 这不是扯犊子吗 张海军哪敢把人带回去呀 因为他家不仅穷得叮当响 还有老婆孩子在家呢 当然了 他也不能让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戳穿 于是接着开始忽悠了 为了让吕靖和他父母相信自己另有苦衷啊 张海军找了一大堆推托的理由 说自己父母生意太忙了 又说照顾月子还是找娘家亲妈最好 最后呢 吕靖没有办法 又不能在小姑家坐月子 只能带着孩子回到了东阳江镇的娘家 张海军呢 并没有跟着去照顾孩子 继续在小姑吕靖凤家里待着 因为他一直惦记着对方银行卡上的一百万 怎么能想办法尽快把钱搞到手呢 张海军啊开始动歪念头了 等着吕靖回娘家以后啊 张海军和吕靖凤的关系越来越近 两个人还像情侣一样去山东旅游了一次 张海军呢 只会在周末的时候啊 去东阳江镇看一眼孩子 剩下的时间一直就在小姑身边 让他给自己花钱 有了这个人肉提款机啊 张海军出手非常大方 根据楼下水果店老板反映的情况 张海军过来只买最贵的水果 掏钱从来不眨眼 这小子就是想方设法的 搞小姑吕靖凤的钱 听说对方想在恒店站买房子 他就拍着胸脯说了 自己在当地认识人 可以低价买房 吕靖凤呢 就给了他五万块钱当定金 这小子转身就把这些钱给花了 不过这时间长了 吕靖凤也有点起义心了 以前借给你的四十万 到现在孩子都生了 你也不还 到底是不是富二代啊 而且已经住进自己家快一年了 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的 没见你掏出来一分钱 然后呢 吕靖凤就开始催他 要么赶紧给他把房子定下来 要么就把这五万块钱给交出来 张海军肯定是继续找借口拖着呀 反正就是不去办手续 吕靖凤一生气啊 就定下了八月六号这个最后期限 要求张海军必须在这一天 给他一个说法 张海军一看 没招呢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 他呢还让吕靖凤啊 准备好二十八万房款 到时候合适的 直接把房子买了 就这样 八月六号早晨七点钟 吕靖凤就催促张海军去横店 结果没想到他突然翻脸了 说自己刚才看了一下你的手机 发现你最近老和一个陌生号码通电话 你说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别人 吕靖凤一听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呀 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 你欠了我这么多钱到现在还不还 我看你就是一个骗子 分手吧 这句话直接激怒了张海军 他恼羞成怒 抓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 恶狠狠的说了 你确定不想和我好了是吧 吕靖凤的一脸不耐烦的说了 没错 你这人满嘴谎话 我和你过不下去了 他话音刚落 张海军上去用左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右手持刀对着胸口猛捅 把人杀了以后 他又去了厨房 把正在做饭的大锅 吕彩凤也给杀了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 张海军毫不慌张 他冷静的擦干了手上的血 然后找出吕金凤的皮夹子 取走了两张银行卡 接着去商场买了两个最大号的拉杆箱 带回了出租屋 为了防止吕家人过早的发现真相 张海军用吕彩凤的手机 给他女儿发出一条短信 说横店的房子已经买好了 打算和你小姨一起去金华玩几天 你不要担心 随后张海军就把两个人的手机给关机了 但是这小子并没有逃走 反而连夜开车去了东阳江镇的吕家 打了一晚上麻将 这孙子的心理素质不得不说 真的是牛逼坏了 不过吕家人 接连两天都打不通 这俩姐妹的手机感到很奇怪 吕家人就问张海军 这姐妹俩干啥去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张海军撒谎说了 我也不知道啊 当时签好购房合同以后 我就一个人走了 姐妹俩应该是去金华玩了 由于这几天他一直待在吕家 表现也很正常 所以没有人怀疑他 大顾吕彩凤的女儿觉得 是不是小姨带的钱太多了 被人给盯上绑架了呀 张海军这个时候啊 也在旁边搭枪说了 有可能啊 如果过两天还联系不上人的话 就得去报警了 那么对于张海军来说 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得把尸体处理掉 8月7号一早 张海军直奔东阳市商场 又买了一个拉杆箱 还有钢具手套这些工具 回到了中山路的出租屋啊 进行分饰 忙活了整整一天 也没弄完 晚上他又跑回东阳江镇 吕家睡觉 并且还假惺惺的说啊 自己在市里打听了一天 也没有发现失踪的 这俩人的下落 明天准备继续去 随后呢 8号这天 张海军把吕氏兄妹的尸体处理完 放进了两个大的拉杆箱里 然后呢 清理了现场 为了让案子 尽可能的晚一点被发现呀 他还支付给了房东6000块钱 续了三个月的房租 为自己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到了这个时候 得把吕金凤银行卡里的钱 弄出来了 随后呢 这小子就像是蚂蚁搬家一样 不停的跑银行 用吕金凤的银行卡 往自己的卡里转钱 只要钱一到账 他就去东阳一屋两地的银行里啊 取现金出来 总共用了九次 把吕金凤卡里的61.5万块钱 全都弄了出来 拿到钱以后 他立马回自己的老家 五官堂村装逼去了 村里人看着他开着租来的豪车 见人就发滑子 都以为他在外面做生意发财了 只是想不通的是 你为啥不把家里的老婆孩子接走呢 对于这些疑问 张海军觉得无所谓呀 他到家以后 大大方方的给了他妈六万块钱现金 又给了老婆夏小燕七万 拿去花 老子现在有的事情 接着张海军回到东阳江镇 给了吕金一万块钱奶粉费 这个时候蒙在鼓里的吕金并不知道啊 这笔钱上沾满了自己大姑和小姑的血 8月9号张海军把装尸体的两个箱子 运到了吕金凤位于振兴路的房子 这个房子已经有年头了 一层是一家百货商场 上面几层是住宅 位置在东阳最热闹的地段 为了不被别人发现 凌晨五点多 他就分两次把箱子运到了地下室 当时吕金凤家的房子正在装修呢 家里有不少水泥沙石 就这样 张海军直接在地下室 起了一处长方形的水泥堆 然后呢 把两个拉杆箱放了进去 再用水泥浇住了起来 10号这天 张海军感到不太放心 又跑到地下室检查了一下 到了之后 他就闻到空气中有一股的尸体腐烂的恶臭味 还看到水泥堆里有血水渗出 于是呢 他先把血水处理掉 又买来了空气清新剂四处喷洒 为了防止装修工进来 他在地下室的门上又加了把新锁 并且把地下室的通风窗户给彻底封死了 和大家说啊 这几天晚上 他都住在女朋友东阳江镇的家里 心里非常得意呀 认为自己这事办得天衣无缝 绝对不会有人察觉到的 不过呢 到了11号这天 当他听到大姑 吕彩凤的女儿要去报警 还是感到非常害怕 他呢 就跑到了东阳市 彻底清空了吕金凤卡上的最后一笔钱 然后直接失踪 谁也联系不上 8月12号 警察这边接到报案 开始进行调查 很快就把嫌疑锁定在了 已经失踪不见的张海军身上 不过呢 由于他当时用的是假名张韩骏 所以户籍系统里压根就查不到 但是呢 确定他的身份也没费多大劲 从女金凤银行卡转账记录上 找到了张海军的真实身份信息 随后呢 他的家庭情况也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了 张海军家穷的叮当响 父母都是农民 父亲呢 在外面做木工 赚一点工资 母亲在服装厂打工 他自己绩效毕业 做过几个月的香包生意 就嫌累不干了 从这以后啊 他就常年在外面瞎混 就想着找机会弄笔大钱 当时张海军的弟弟还在读高中 家里经济压力太大了 导致他们家的老房子 住了几十年都没钱盖新的 村里其他家早就盖了三四层的新房了 只有他们家还是土房子 房顶就拉着一张塑料布当天花板 漏雨透风那都是常事 当年这夏小燕被他忽悠生了儿子 到了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 但是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只能和张海军的父母住在这个老房子里 靠张海军隔三差五的给点零花钱过日子 过得特别的惨 确定情况以后啊 警察这边兵分两路 一路人去追查张海军的下落 另外一路人去了吕金凤在振兴路的房子进行搜查 在三楼的住宅里啊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装修工人也没有见到女士姐妹 还有张海军 但是呢警察发现地下室的门上挂了一把新锁 通风的窗户也给封死了 里面估计有问题 等着破门的那一瞬间 警察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味 这个味道很有可能在掩盖什么 地下室呢也不大 但是地面上有个非常突兀的长方形水泥堆 还没有完全干透 外面被胡乱的抹了一层胶泥 装修工人说了 抹胶泥是为了加强水泥堆的牢固度和密封性 但是从这个手法上看 弃水泥堆的人根本就没学过装修 这活干的乱七八糟的 警察呢当时觉得 这个房子每天都有人来装修 地下室也没有发现血迹 都不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 所以呢 就去了中山路吕金凤的出租房进行搜查 这一查呀 就发现了墙壁床单还有纸箱上 有着一些喷溅装的血迹 经过DNA比对以后啊 确认属于吕氏解密二人 这就说明 两个人可能已经在出租屋里遇害了 那么尸体在哪呢 警察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那个水泥堆了 就这样 随后呢联系了消防 用专用的工具敲开了水泥堆 找到了两个行李箱 打开以后发现了被肢解的女士姐妹 接着立刻发布悬赏通告 对张海君进行追查 这个时候啊 这小子已经马不停蹄的去了山东省的莱武市 每天要干的事情就是拼命的花钱 他知道警察现在正在抓捕自己 也不敢住宾馆 没地方去的他就找了当地最贵的一个业总会 想在这里找个女朋友快乐一下 按照以往的经验 只要把自己打扮成有钱人 就一定会有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的 就这样当天晚上 他在包间里一口气点了三个座台女 告诉对方 自己是来当地干工程的浙江老板 为了获得人家的信任 他还故意把装有五十多万现金的皮包打开 结果必然的 其中一个女的立马同意和他出对象了 当天就把张海君领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 安顿了下来 张海君呢 继续大把翻方的出手啊 第二天他带着这个女的去4S店选车 准备给对方买一辆车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莱武警方发现了他的行踪 原来14号发出通缉令以后啊 东阳警方查出他在山东泰安高速服务区下车以后 逃往了山东莱武 但是这么大的城市啊 一下子找到他的下落很难 警方呢 就研究了他的平时爱好 发现这小子喜欢泡妞 更喜欢车 他做梦啊 都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豪车 那么现在拿到这么大一笔钱 张海君肯定会去买车的 于是呢 警方就重点查看了 莱武市多个娱乐场所的监控录像 还对各个4S店进行严密布控 几天之后 一家商场的女营业员 在接受警方走访调查的时候 惊恐万分的汇报说了 我见过通缉令上这个男人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他来买手机的时候 特地要走了女营业员的联系方式 还发来了一些充满暧昧的约会短信 警方随后也从商场监控录像里 找到了张海君的身影 他戴着墨镜和压舌帽 很显然是怕被别人发现 8月22号傍晚5点多 警方发现张海君带着一个女的 出现在了文化街附近 之后呢就开始跟踪上了 这个时候的张海君啊 走到了3S店 正在高高兴兴的看车呢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家乡话 别动 警察 接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当场摁住了 被捕以后啊 面对铁证 张海君依然在想办法狡辩 他虽然承认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 但是一再强调 自己不是故意杀人 而是激情杀人 还把自己啊 描述成了一个痴情的男人 张海君说了 自从吕静回娘家以后啊 他和吕金凤的感情如交似奇 只想和对方长相厮守 因此呢就产生出了强烈的战友欲 8月6号那天 吕金凤宣布要和他分手 他一时冲动 才杀害了吕金凤 事发以后啊 他很后悔 想起来之前和吕金凤到山东玩过 所以呢才重返故地 来回忆这段感情 但是咱们说了 他这话说的就和放屁似的 警察压根就不信 因为从他出现在吕家人面前的时候 这小子就是奔着劫财劫色来的 案发以后啊 知道真相的吕静 还有他爹妈都懵逼了 这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一时半会儿还真反应不过来啊 之后呢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张海军就一个要求 希望尽快给他判死刑 最终经过法院的审判 如他所愿 被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好了案子都是结束了啊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不知道张海军到底有多么大的魅力 能骗了这么多女人 围着他团团转 心甘情愿的给他结婚生孩子 给他花钱 在张海军的人生里 根本就没有爱情 只有充满谎言和角色扮演的爱情剧本 大家平时在社交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有些人就靠一张嘴活着 也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 因为受害人眼里的柔情蜜意 都是这帮骗子精心安排的杀猪盘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看完 觉得老马讲的还不错的朋友啊 希望能够点赞关注评论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个案子 接着聊 我们下个案子